两岸头条天天有料 趁火打劫大搞政治操弄 强调以意谋独注定遭到失败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台湾民意机构负责人游希昆日前公开鼓噪 称朝野党团应尽快通过所谓的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决议文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月14号就此表示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游希昆借新冠肺炎疫情大放厥词 公然鼓吹台独伤害同胞感情破坏两岸关系 再次暴露出岛内极少数人以意谋独的妄想 在疫情面前 这些人不去思考如何维护两岸同胞生命安全与共同利益 反而传播政治病毒制造两岸对抗阻碍两岸同胞关爱互助 以丧失基本良知令人不耻 马晓光说 我想强调的是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绝路 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一些政客自我膨胀逆势蠢动 罔顾广大台胞的福祉安危 只会碰得头破血流 支流湖北台胞 第二班春节加班期迟迟未能成行 综合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报道 数十名台胞亲属 14号下午前往台湾陆委会陈情抗议 他们高呼口号 台湾人要回家 敌人是病毒不是台湾人 家人不是生物武器 判亲人早日回家 2月3号第一批台胞包气返台后 即将建满14天隔离期限 家属叛台湾陆委会本月17号以前 公布揭返滞留湖北台胞的方案 台陆委会相关人员出面收下陈情书 一句话也没说 就转身离去 陈情人李女士说 她的孩子1月20号去武汉探视外公外婆 原定1月23号晚间大西返台 如今困在武汉已经超过20天 孩子在电话中疑惑地问 她没有生病 不是病人 为什么不能回来 黄先生10岁儿子的遭遇更是曲折离奇 他原本和妈妈回西安探亲 返台入境桃园机场时 因儿子所持签注类型 被台当局官员挡下 但妈妈刻意入境 沟通无果后 母子只能飞回西安 2月11号看到台湾陆委会 准许陆配偶子女回台的新闻 妻儿兴奋地买了12号的返台机票 结果在西安机场柜台登机时 因台当局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陈时中 撤销了陆委会的承诺 只有妈妈能上飞机 孩子又被挡下来 现在妈妈每天和孩子通话 不敢开视频 因为一开视频 双方都会难过哭泣 不知哪天才会相见 家属代表提出三项诉求 一 要求台湾陆委会公布 第一批接返名单的老弱妇孺占比 以及当时两岸沟通内容 二 家属认为当前对抗的是病毒 不是人 陆委会不能用防疫问题 当作阻碍台胞回家的借口 三 陆委会迟迟不提出时间表 是否借骨拖延 吴先生说 人在湖北不代表是生物武器 外界不应用异常眼光看待他们 台湾陆委会也不应推卸责任 煽动偏见和歧视 针对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利用新冠肺炎疫情 趁火打劫 大搞政治操弄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2月14号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民众团结一心 奋力抗疫 对台工作系统高度重视和关怀台胞健康福祉 积极为在大陆台胞提供防疫服务和生活帮助 精心医治台胞患者 通过春节下班期运送部分滞留湖北台胞返乡 协助各地区台企有序复工复产 许多台胞展现同舟共济的大意为疫情防控 捐赠资金物资贡献力量 马晓光指出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利用此次疫情撤破打劫 大搞政治操弄 不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肆意恶化两岸关系气氛 充分暴露出灵魂深处的丑陋 他们不断抛出充满歧视和罔顾人民权益的冷血措施 乃至违背基本道德人伦 让两岸婚姻家庭骨肉分离 充分暴露出其所谓民主人权人道的虚伪 他们在滞留湖北台胞返乡问题上口是心非 不断编造疫情防控保障能力不足等各种借口阻挠拖延 致使仍有近千名台胞返乡受阻 延宕至今已超过十天 难道这么多天还做不到能让这些同胞返乡的疫情防控安排 这些充分暴露出他们的目的 就是能拖则拖 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台胞何时返乡 根本不在他们考虑之中 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不惜牺牲台胞的生命健康 毫无起码的人性良知 他们操控舆论 打压批评岛内团体和人士 操纵绿营政客 绿色媒体和豢养的网军 大肆捏造散布不实信息和谣言 对大陆进行攻击和污蔑 充分暴露出他们利用疫情 煽动新一轮反中仇中的阴暗心理 他们闭口不提台湾地区防疫专家 1月上旬来武汉实地考察 闭口不谈大陆向台方多次通报疫情 死不承认可以从大陆和世卫组织 及时获取疫情及相关技术信息 恶意编造疫情名称 无端攻击世卫组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编造所谓台方突破一中原则 参与世卫活动的谣言 这些充分暴露出 他们炒作参与世卫组织活动议题 根本不是出于防疫需要 更不是为了公共卫生安全 而完全是为了打政治算盘 借机谋毒 他们斜扬自重 企图利用疫情煽动台独意识 完全暴露了以疫谋毒的阴谋 马小光强调 台独行径 伤害两岸同胞的感情和根本利益 是比病毒更毒的政治瘟疫 我们有能力 有信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更有决心 有能力挫败各种台独活动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一意孤行 必将自食恶果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我们两岸头条节目组希望 台当局尽快放下政治操弄 倾听台报的呼声 让他们早日回家